进教室前 带爱妈妈帮忙量体温 检查口腔和手部卫生 现在是早上午餐前 然后回家之前 我们都会有去量孩子的体温 如果那个孩子的体温 是37.5开始以上或以上 我们都会打电话请家长来 带孩子回家休息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 教育中心加强卫生 和宣导要让孩子们知道 如何预防和控制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 让小朋友知道 在这段时间 他们要群洗手 要戴口罩 然后多做运动 然后吃蔬菜水果 然后少接触一些 大众的人群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祈祷 我们要多戴口罩 要喝多水 要多洗手 同时也取消了户外拜年活动 我们的学校新年的大型活动 比如说外出拜年 我们都有cancel 就是尽量以小组活动来 小组活动在校内 自爱也爱他 全球同步祈祷 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戴爱新闻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导 得更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此